这一集我们实际走访大直来分析高价美甲店 看一下他们怎么经营的 也顺便看一下他们怎么获利的 分析竞争对手 这次呢我们要来分析一下台北大直这附近的美甲店 而且我们要实际走访一下 去看一下他们店长什么样子 并且开在哪边以及他周边的状况 而且还要一起研究同行的策略 再来分析这个区域的市场 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如果要把店开大直的话应该要怎么做 同样的你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概念 衍生到你想要开店的区域里面去 去做一个实际上的区域调查 丛林打造美甲工作室 这一集呢一样属于我们丛林打造的美甲工作室的系列 我们前面呢已经拍了很多集 那这一集要来拍分析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里面这一集是属于高价系列 那后面还会有一集在分析平价系列 那接下来还会有很多详细的一个影片 和大家讨论如何开一间美甲店 如果有兴趣的话请随时追踪我们 不要漏掉任何一集哦 听这一集之前请务必要听前面那一集 那就是美甲市场调查 如果没有听过上一集的话 一定会觉得这一集跟下一集都变得非常的深奥 所以请务必先了解一下最基本的概念哦 台北大直美甲店 因为我的店开大直 所以我们直接拿大直来做区域调查的一个示范 各位可以看到地图上面 在台北大直这个地方 我们依照房价可以分成高价区 中价区跟平价区 以目前市场的市价来说 高价中价跟平价区 他们的房租或是房价 大概各差20%到30%左右 这一集我们主要来看高价美甲店 所以说他们坐落的地方都会在高价区 或者是高价跟中价交接的地方 分析高价美甲店 在分析美甲店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一定会实际上去走访一下 这样子才能去预估它平均的来客数量 再来呢我们还会去研究网路公开资讯 了解一下它的价格装潢 它的客群它的宣传方式 我们尽量不要打扰同业的营业 我们尽量以网路公开资讯为主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的话 那我自己推荐的方式呢 那就是去那边实际消费 我们可以做手部保养或是脚部保养 一来试它的时间很长 可以来好好观察那个店面 二来试啊 其实不管是不是美甲师 我们也都需要做手包 也都需要做脚包 这种放射探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一集我们要探讨的是高价美甲店 那在上一集我们有特别提到 美甲消费金额的急剧 其实高价美甲店占的比重并不多 所以在整体市场来说 其实高价美甲店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尤其是一个新开的美甲工作室 你的重点可能会放在平价或底价下面 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别人高价怎么过日子 因为我们开店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 把价格越提越高 把毛利越拉越高 后来成为一个财富自由的美甲师 那我们就开始探店 巴黎艺术美甲美睫 巴黎美甲过去有非常精彩的创业过程 也开了很多店 也代理品牌 然后也有自己的学悦 也有成立行销公司之类的 所以它过去是非常成功的一间店 可是很可惜它过去那些东西好像网路上是在找不到 如果找得到的话 欢迎去研究看看 现在呢我看到 Google上面呢是把它标注为巴黎美甲 但是我们自己走店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密斯美甲 根据我网路上面的搜寻 其实他们店面是一样的 中号也是一样的 预约的电话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判定为同一间店 只是不同名字而已 这一间店的价目表 并没有放在网路上公开展示 但是我们看到它一些特价的部分 像前一阵子它的逐步保养加单色凝胶是2500元 也有一阵子它的逐步单色凝胶特价是800块 各位要注意的是 这是特价不是正价 所以它正常的价格也许比这个高很多的 牧宜牧宜身后的资金应该是一个代理商 它是代理的保养品牌 所以别人是资金雄厚 可不是小本经营 在2017、2018跟2019年的时候 做了非常多的网路行销 所以各位搜寻一下 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部落客开箱做展示 这间店是采用高级装潢 我们在这边把它首页上面有展示的图 给各位看一下 定制木工花了非常多 很可惜的 它没有把完整的价步表公开在网路上 所以我们找了一下别人的分享 首部生存保养加凝胶是2200 首部生存保养加凝胶是2700 前年它有一个特价的首部凝胶 1880元 毕竟它是特价 实际正常的价格 应该也会比1880来的贵很多 澳维艺术美甲 这间美甲店比较特别 它是开在企丽广场的楼下 是地下室 是在一个小型商场里面的 快乐法郎 可以看一下快乐法郎的装潢 快乐法郎在大指这边 是走高单价路线 那这间指甲店奥维 它的价格表也不算低 单色凝胶是1800元 然后前阵子有一个特价的设计款 是1599 不过这是特价 正价做这样子的设计的话 应该要非常多钱 所以这里是高价店 赫斯提雅 赫斯提雅之前是跟快乐法郎合作 所以刚才前面那个 overdesign的位置 其实很久以前它是赫斯提雅的位置 后来它们又拆分了 轻易到现在我们看到的 赫斯提雅的大指名随店 这间店非常的重要 不管你是不是要在大指开店 或者不管你的客群跟它有没有重叠 我们都建议你一定要研究一下这间店 去了解一下 它们店怎么从一间小小的个人工作室 做到现在这么有规模的店面 这间店走高档装潢 金碧辉煌 如果说你们经过门口的话 一眼就可以看到 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在做装潢在做设计 这间店的价格也不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单胜凌胶是1800 它前面只有做活动 就是首部的单胜凌胶 加脚部的单胜凌胶 3200 基本上打8折吧 所以这间店算是价格很硬 也算是一个高价店了 你宝贝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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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宝贝指甲是问题指甲出于专门店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小心以为是业配 不是啦 以为是介绍我们自己店 我们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大直的中价区域 因为老板比较小气 所以想说进壳工退壳手 高价低价中价都吃 所以开在中间的地方 我们的内部装潢呢 采取的做法是属于日式极简风 不是做那种非常奢华的装潢方式 总部单胜凌胶是2100 我们是一间做问题指甲的专门店 所以价格可能跟一般的店不一样 客群也不同 可能我们跟当地大直连结也没有太深 我们是做整个打台北的生意的 所以开业这十几年来 我们的凝胶指甲从来没有特价过 网友的话偶尔会有特价 分析高价美甲店 又到了结论的时候了 这一集我们分析高价美甲店 高价的美甲店 其实不一定有高的盈余 因为高价美甲店 更贵的店租 它花了更多的装潢 它的原料 它的器材也花了更多的钱 所以它的日常花费也许会更高 做得好的高价美甲店 能够持续去印下去的高价美甲店 通常获利都非常的不错 这样子的店呢 以后如果要转型 或者是要扩店也都会比较顺利 所以高价美甲店 是工作室往前走 一定会走到的一个步骤 如果要开店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了解 那一个开店区域的消费状况 去研究看看未来 如果说要从低价工作室 变成中价工作室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 中价工作室要变成高价店的时候 要该怎样做转型 开店的新手很容易 只看眼前的部分 然后随随便便的 就把店放在一个 可能不适合未来发展的地方 就好比说我们咯 这十几年来 其实换了很多店面 中间也花了非常多冤枉的学费 也花了非常多不必要的送还费 这个就是典型的 没有把功课做好 浪费了不少钱的案例 各位千万要记得我的教训 好好分析区域的发展 跟自己的走势 就是未来才可以让你省非常多的钱 好 那今天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来分析 中价跟平价的指甲店 拜拜 要不要说 伐ら调 CHAUS 这比看